我们找完风向之后,也可以量度风速 我们就可以将风速仪开了之后,举高 向着风出来的方向,然后我们要抄低最高的风速 同时也要留意单位,就是在数字的右下角有个MS 就是代表每秒钟几多米的速度 除了在红树林外围之外,我们也可以在红树林里面 或者比较遮蔽的地方,同时都量度风速的变化 这些都是很值得参考的数据